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茶老将香酒 还有我们的商圣酒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少少鳄鱼马了解一下 好 今天的读报时间 内容比较丰富 星宝日报说 国台办批赖清德台独名玩不化 一以定君 明报说大陆指台独即战争 台湾的民调说有七成愿意参战 双十大会今天登场 美国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 香港是名义 赖清德的双十演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 中华民国已经在台风机马落地深根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 还强调两岸和平稳定现状 噼里啪啦一大堆 这个事情呢 当然还有这个表达 联合早报也报道这个消息 赖清德双十演讲 中华互不隶属 强调中国大陆无权代表台湾 这个事情呢 大概都受到了很多海外媒体的关注 香港01说 陈水扁相隔17年再度参与双十典礼 面露笑容首位到场 马英九临时宣布不出席双十节的大会 怒轰奈倾德 新两国论荒谬 联合早报 韩国与中华文化是根要有勇气 让世界知道中华民国的存在 但是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这个牌子的保护之下 即使经历了风云变换的国际震惊情势 也依旧保有一方自由安定的天地 他的中华民国虽然没有把举国旗 但是他是存在的 他可能是台积电 可能是慈祭活光山 可能是走遍世界各地的台商 可以是中华台北的奥运选手 人气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各位的侨胞 啪啦啪啦一大堆 他的讲话跟奈倾德是有一点重叠 我们已经说过了 就是中华民国奈倾德 法广他的美国的态度 双十节演讲 不能够成为中国对台军事施压的借口 是美国政府昨天的表示 美国正高级官员告诉法广记者说 双十节纪念台湾官方名称是 中华民国诞成一百一十三周年的讲话 并不是中共进行军事演习的理由 这个事情大家都在说 那么台湾的民意调查是 国防安全研究院 民进党的李文中 他们就搞了一个研究院 他们有个民意调查 这个民意调查显示 有七成左右的台湾民众愿意拿枪保护台湾 那么当然这个事情 在台湾面对的安全挑战上 百分之六十三点九的认为 中国的领土野心是最严重的威胁 当然有超过七成的愿意 用枪来保卫台湾 法广谈到中华民国一百一十三周年生日 台湾朝野在意赖清德的祖国论 这里面民进党的立法院的 这个党团干事长吴诗瑶 在讲赖总统 就赖清德 把过去非常复杂 兼设不只是政治学 更是自具斟酌的修持学 把非常困难复杂的两岸关系 用严谨意赖 浅显意懂的方式 做了一番新的诠释 他是肯定的 然后批评了国台办的发言 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 是说呢 他说还是每一位的祖国 只有中华民国 必须清醒的向大家说清楚 中华民国的国民 大家的国号叫做中华民国 当然他讲不要忘记祖先 不要忘记祖先 也就是中华文化的说法 民众党也是说 批评了这个国台办的说法 这背离事实 讲到了中华民国 在台湾也70多年来 也存在了100多年 中华民国的四五年 接受台湾之后 就一直拥有台湾主权 未来有2300万人决定 就讲了他们的看法 德国之声呢 常平 在德国的常平先生的观察 习近平要解放台湾 耐清的解构祖国 耐清德是无以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 但是他的领土说和祖国说 以子之矛 攻子之短 对中共的宣传有解构的作用 他认为呢 在两岸舆论上 他的祖国说引起了惊叹 他说不行的话 你先把俄罗斯拿走的爱辉条约 那150万平方公里拿过来 然后再来说 他说 耐清德这两次表述 让台湾的民进党和国民党 以及中国大陆的共产党 都有点措手不及 这是个新的表达 新的表达 德国之声说 最新的民调 将近七成的台湾人 愿意为保卫家乡而战 这个消息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这个民调 自由亚照电台也讲了这个民调 超过七成的民众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 余伴的民众认为美军一定会支持台湾 持援 来谈谈中东局势 华尔街日报 美国寻求着手接触 真主党在黎巴勒的政治主导的地位 推举黎巴勒选举一个新总统 以此作为接触真主党长期主导地位的开端 法广说 以色列报复伊朗导弹袭袭在即 拜登跟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 两个人近50天来的首次的通话 以方希望跟华盛顿就上周伊朗导弹袭袭的事件 应对措施进行协调 半导电视台说 拜登跟内塔尼亚胡通电话 承诺对以色列给予坚定的支持 华尔街日报谈了 以色列不愿意详细透露 报复伊朗的计划 美国心生不满 白宫在敦出 以色列不要袭击伊朗的石油设施和核设施 法广说 内塔尼亚胡威胁 要像摧毁加沙一样摧毁黎巴嫩 那么如果你不交出真主党 从而来拯救黎巴嫩的话 你们黎巴嫩就跟加沙走廊一样的下场 金融时报 那谈到中东的战争游离在失控的边缘 失控 真的打击了伊朗的核设施或者石油设施 要导致伊朗进一步的激烈的在报复 中东的战争并能全面升级 自由亚洲电台谈的是中国的新中东安全架构 这是台湾的一个学者 军事学者是世建宇说的 冷战风云 中国的新中东安全架构 瀕临瓦解 如果2023年中国在中东开拓的国际关系有重大突破 通过区域强权的合作联合很可能在2024年以后全面崩溃 难以运作 他对对王毅的新中东安全架构做了一个评说 中国是企图整合 穆斯林跟以色列对峙 把他放在对立面 中国不是中东和平的斡旋者 而还想坐收余力 分裂的是亲美的政员 亲美的政见影 他对中国真的能完全站在阿拉伯兄弟一边表示质疑 同时也谈到中国的新中东安全架构充满的机会主义 那么就是说呢 面对目前的中东加剧的战火 除了口号谴责实际行动 却互之确如 估计着力点也不是太多 所以中国现在的中东局势问题上还是陷入两难 因为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合围 死会忽然这对中国的新疆问题也会造成欧威一邪 所以他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处理上应该会比较谨慎 他对中国的所谓新中东安全架构是给否定的态度 那么就是说呢 就是说中国其实现在 真正有影响力还是在中东是俄罗斯 不一定是中国 那么关于中东这个呢 可以谈了这么多 今天主要侧重点还是在中国的股市 中国股市我们看看金融时报什么报道 金融股市是华尔街的中国股措施恐惧症已经开始 这其实是日经新闻一个头版头条 华尔街的中国股措施恐惧症已经开始 就是伴随着在美国市场的中概股以及其他股相比 股价涨幅落后的情况也很多 很多 那美国他认为中国在中国今年的美国股市的行情不断走高 不能完全排除中国概念股也发生同样情况的可能性 市场参与者体现了华尔街有一个谚语 股市喜欢攀爬忧虑之强 法广他的中国股市三大指数暴跌 这次昨天是大股东逢高减持 亚洲自由电台的报道是说中港股市独有的现象 股民冲进去国家队趁机获利 这就不用说了 小赌疫情什么之类的东西 这个话对股民根本就没有意思 当然有人说哎呀糟糕又被割了韭菜 国家队赢麻了 金融时报这个这个是应该是金融学者应该讲贺江斌 贺江斌说不排除中国国家队趁机获利 也可能是官方刻意的降温控制风险 贺江斌说目前中国当局就是失败 言之过早 他星期六看看南佛安这个财政部长的说法会不会好一点 香港的分析员说港股的调整很正常也很自然 港股 港股跟大陆股不一样 这个香港有个叫清洁的 逢命胡孟清 A股的波动成也政策 败也政策 我们这些小鱼小虾不要 隔岸关火 要不就小赌移情 纽约时报也谈到了中国的股市 牛市来了 我得挣钱 中国年轻股民呢 蜂拥路市 蜂拥路市 很多大学生纷纷在研究投资的建议 他们很想分一波羹 对20世纪初出生的 之后出生的中国人来说 这个投资热潮是重大的转变 因为没有工作看 弄点钱 看看挣的 这几天开户的都是年轻的新的客户 中国股市现在呢 直到现在也还是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 现在就是了 过去是不关心港股 这个股市的现在9月下旬呢 大家的不关心也不行了 中国年轻人现在成了股市的心力军 瓦广说 专家以数字说话 有多少大陆的股市散户 吃苦在先 享福在后 谈的是王明远的一篇文章 他以一系列详细的数字告诉大家 很多大陆股市的散户 常常是吃苦在先 享福在后 最大限度承担风险 又最小限度获得收益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 即使是牛市来了 中小散户也很难赚到钱 但是不管大家是浑南不顾 一门心事往里奔 金融时报说 有一个最大的赢家是谁呢 澳门赌场 澳门赌场成了中国刺激制衣化的大赢家 在中国推出重当经济刺激制衣化之后的黄金周 澳门的博彩业收入大涨 这是不是反映了消费者的信心的回归呢 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 华尔街日报谈到了 中国财政部星期六要召开 继新文化部会 点燃各界对财政刺激措施的希望 这个是在南福安亲自上阵 美国之音谈到 投资人失望引发了中国股市的跳水 国新办说 要星期六要开启者会 也点燃了市场的预期 华尔街日报 中国股市周三暴跌 投资者对政府刺激计划还是心存余虑 华尔街日报为零零的专告 习近平寻求约束中国式的资本主义 坚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愿景 这个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从习近平的讲话 就官员透露的资讯来看 习近平不仅要遏制科技巨头 还希望中共的引导资金流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企业家投资人家的盈利的能力设定更严苛的限制 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来约束资本市场 华尔街日报 魏零零另一篇文章说 中共对福利主义的恐惧 给从政经济带来了困难 习近平对西方式的消费驱动型的增长理念 有根深蒂固的反对 认为应该坚持财政纪律 尤其是考虑中国沉重的债务负担 那么他得出个结论 这会使得中国的刺激措施 类似美国欧洲的刺激和福利政策 不大可能出台 金融时报谈到了 美国的贸易政策 川普的贸易政策将伤害全世界 这是沃尔夫的一篇文章 川普第一任期的起始阶段的保护主义 相对还比较温和 但是他的变本加厉的新提议 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总的来说 他的关税是个怪诞的想法 他将帮助竞争力较弱的经济部门 同时损害竞争力较强的部门 这损害他自己许多的支持者 他将对国际贸易 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 造成严重的危害 他说川普这套东西 希望永远不要开始 纽约时报 那么也是谈到 美国应该怎样制定 对华贸易的新战略 对川普的那一套是有批评 认为那个时候的 中美的贸易战 是一场彻底的失败 彻底的失败 川普最多只能说 中国比美国遭受的损失更大 但是他认为 贸易唯一真正的赢家 是中国企业为了避免 美国增税额把生产线 转移到其他国家 比如越南 墨西哥等等 如果下一届 美国总统 美国政府 想要扭转这个势头 就必须考虑 重新设计 关税 为了给美国经济 带来最大的利益 应该超过两党都支持的 阻止中国投资的单一框架 要鼓励中国的技术领导者 在美国开展业务 要像当年在处理日本汽车一样 所以他认为呢 对川普的这个贸易政策 他是有很多的批评 如果美国的目标 只是封锁中国商品 不管他在哪里制造 他说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方法 减少对中国依赖的更有效方式 把关税集中的高新科技的产品之上 这是对美国即将可能的贸易政策 有一些新的建议和提醒 美国之音谈到了中国的关系 有一个最新的报告 是人权观察的报告 说中国试图晋升在日本的异议的人士 这个人权观察 访问了25个中国人 包括来自新疆西藏内部 的少数民族的代表 他们多数人表示 中国警方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亲戚 警告他们 要求他们不要参加批评 中共以及对中国政治的统治的活动 甚至包括和平抗议也不行 那么这个消息呢 法广也报道了 看来这个消息对中日关系 也会多少有点影响 中国当局骚扰在日本的批评人士 这个法广也有一个详细的报道 那我们来看看 即将访问中国的德国之声报道 英国的外交大臣拉米 应该彻底改变英国跟中国的关系 就说了前任的政府对中国关系的冷淡 他们现在可能要有一些缓和 那拉米这个说法究竟是 牧师的工商业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 英国人的外交转向 还是他一个策略运作 这个呢 也希望大家有一个密切的关注 关于中英关系这个问题 中英关系的问题其实在目前应该不算是太重要 但是呢 英国其实在处理地缘政治关系方面呢 还是有一些经验和老道的 所以这一点也不要小看释放的这个信息 关于中英关系拉米即将访华之前的一个姿态 应该外交部也已经注意到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下一步的就是中日关系的问题 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呢 就是中国的外交部长和日本的外交部长有电话 有电话 那么王毅跟日本新的外相 阎屋毅通电话 期待中日关系有新的发展 当然 其他的媒体也报道 法广是报道了 不仅是一个正面的说法 其实阎屋毅也有个说法 这个说法就是呢 可能呢 就是要关注到深圳那个仁直的事件 这个呼吁尽快澄清深圳蓝童 遇息身亡案件的生实事实 然后早报说 日本新外相阎屋毅跟王毅通电话 但有一个分析说 石破茂 可能给李强会晤 那么这个会晤的地点应该是万象老挝 这种中日关系呢 看来也会有一些交集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首先第一 赖清德今天的双十演说 我们刚刚做了一个直播 也分享了我祭祀的一些观点 赖清德的双十演说 又回到了新两国论的立场上 又向中华民国靠了一靠 强调的还是互不隶属 马英九不出席 表示对新两国论的不满和抗议 但韩国瑜还有朱立伦 甚至包括台湾的民进民众党 那么还是有自己的一个立场的表达 韩国的发言又有自己的强调 自己的坚持 就是说中华民国这个政治符号 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接受 这个符号在台湾已经延续了七十多年 也许还会继续的延续下去 两岸关系的互动 其实已经到了重新思考 政治叙事和政策改变的阶段 新两国论的台湾 未必就没有支持认同的民力基础 北京的叙事如果一贯之 在今后的政治博弈和互动过程 未必能始终站在战略的制高点 所以如何和平方式解决 两岸长达七十多年的分裂状态 和政治整合 解决国号其实不难 但是还要面对个民进党长期执政的趋势 面对台湾的年轻一代 对祖国的解释和认同感 跟老一辈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是说一成不变 争取不到台湾民心 即便武力方式解决 也未必能够长指久安 这是我在直播那个节目里面 就点出来了 第二 中东局势北京的着力点 以及影响力的发挥 在现阶段似乎有限 尽管北京也做了几个大手笔 开了一个巴勒斯坦的一个 十二个绑派的会议 然后抽合了这个伊朗跟沙特的 重新建交 但是呢 在现阶段也不妨碍 北京继续扮演主要和平 斡旋者的角色 有人说 中国的中东新安全架构 充满机会主义 当然我们也知道 中国目前对于在中东加剧的战火 除了口头谴责 实际行动就非常少 这个架构呢 不至于会瓦解 但着力点不多 因为中国自身有潜在的三股势力 以及新疆地区的政治稳定 他也不能做得太过 所以呢 他就很难 让北京的中东政策施展 自如或者 中东地区目前还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 另外一个重中之重 所以呢 他跟沙特和伊朗 甚至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关系 其实也还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第三 中日关系在石破茂出任首相之后 是否会有进一步的缓和改善 如果再次李强总理和石破茂的万象见面 紧接着十月会还有两次跟习近平面对面的机会 相信会有若干值得重视的破局之举 当然你对石破茂的所谓鹰派 也不要给他估计的太高 因为屁股决定脑袋 67岁的石破茂 必须尽快把个人的主张 跟日本基本的外交政策 做一个清晰的切割 否则他在自民党内部的位置 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很稳 日本的挥霍海产品 以及切保在华日本人安全方面的需求 非常的强烈 北京不至于还是板着棉孔 自制不理 无论深圳日本学童案被杀 是不是个案 是不是孤立的 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就在你的管辖区域 被人用刀子当在他母亲的面前给杀害了 说实在你是理亏的 实在没有必要继续 振振有词 诚恬一点其实会化解很多难题 尽管中日关系的长期停滞 不是一日之寒 改善中日关系 不仅是两国之间的事 还先做到地缘政治 诸如此类的主要矛盾 就是中美关系 但是化解地缘政治的次要矛盾 到现在也应该是当务之急 第四 各类的野生的专业的经济学家 在上个星期格外风光 最具代表性的野生的 就是上海的耶稣 公众号的爱在深秋 因为股票款跌 现在成了追杀的对象 财新网的九号 发表的学者王明远的文章 以一系列数字告诫大家 很多大陆散户 经常着吃苦在先 享受在后 最大限度承担了股市的风险 又最小限度收到了股市的收益 贺江兵他认为 目前说中国当局救市失败 言之过早 当局目前用了金融救市 所以日前发改委没有具体交出的财政上 直接救资的方案 所以让股民有点失望 他说这个星期六财政部应该有交代 届时还会升起另一波的声浪 不妨再人两天 看看南福安能端出一盘什么样的大菜来 华尔街日报魏玲玲提出的观点 认为中共对福利主义的恐惧 给中国从政经济带来困难 就是说习近平对西方式的消费驱动型增长理念 有根深蒂固的反对 认为应该坚持财政距离 又是考虑中国现在的沉重的债务负担 就迫使他中国的整个刺激政策 不可能出现美国欧洲的刺激福利政策 所以这一点大家不要有太多的想法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